140. 《東方日報》 太子 色氏罷路擺以左途人 2015年7月27日港民 每晚都放張大出博 路造生意 旁邊就是住宅大廈,這樣會阻住喜增帝 入牢嗎? 據於太子的任小姐 發明 指出 界限街有食肆每晚軍會佔用行人路擺放以供食客用膳 擴充營業範圍,對比倫大廈住戶構成阻礙 要求有關部門採取執法行動 太子界限街有食肆佔用行人路擺放以 被指阻礙比倫大廈住戶出入 食處突擊巡查提控食物環境圈缺 發言人表示,接獲本部專界後,該處人員在上指進行突擊巡查 發言該食肆違規將已擺放在店舖前的行人路上 造成阻礙,隨即對有關負責人提出檢控 發言人證實,過去一年,該處供接獲兩宗有關該食肆佔用公眾地方的投訴 並提出兩宗檢控,任小姐認為食環處過去增兩次向有關食肆提出檢控 而情況仍一度故太福盟,當局應定期巡查上指 並加強執法,以確保行人路面時刻保持暢通 以上時間在見面時刻有關負責人的失望 中共空間 hostbert很明昧,但負責人的投訴